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衣橱规划栏目 那这个栏目呢,更新了那么久,也差不多基金尾声了 大部分风格我们都讲过了 今天啊,就来补充特别适合小个子的金干利落风 很多冷风格的博主呢,都是高个子大无价 那他们穿衣服当然毫无压力了 那如果你是小个子女生,也喜欢这种利落、洒爽的穿搭 可能呢,就会觉得参考度比较低 所以今天这期金干利落风的衣橱 就是专门针对小个子打造的利落路线 如果你也是身材瘦小的女生,请点个收藏 那小个子女生的条件也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你适不适合金干利落风 这种路线呢,是有一定气场感的,气质偏冷 就是会给人感觉清爽,不拖沓 那么脸蛋最好没有太强的肉感 像甜西威和谭苏音这种圆嘟嘟皮肉包裹感好的脸蛋 就更偏向甜妹了 五官呢,最好是尖线条,没有明显的顿感 特别是鼻子,线条太圆的话就少了点犀利的气质 小个子女生想走成熟路线呢 脸蛋的比例最好也有一定的成熟度 比如说长脸,长中挺,可以平衡你身材的孩子气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年轻比例,随着年龄增长的话 这个长相也会有一点轻微的变化 像于蛋白变少啊,人中变长,比例也会更成熟 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种路线 从身材上看的话,这个风格更适合小股家扁身 光看穿搭的话,金干利落风很像欧美风 但是呢,小个子穿上就变成了一种小巧利落的金干感 和欧美博主的大方霸气是不同的 而且这类女生股价小啊,容易显得头肩比不好 那头大,身小,像小朋友 你去选这种利落的穿搭呢,正好也可以修饰肩宽 再就是你的个性和个人的需求了 如果你身材娇小,但是不是可爱柔弱的性格 想要借着穿搭去表达自己洒脱利落的个性 或者说工作后觉得小个子休闲风太幼稚了 那也可以通过这种金干利落风的穿搭 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又决断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说说 金干利落风要怎样区别欧美风 小个子具体要怎么穿 第一个,调节比例,显高显气场 千万别想着选那种肩线很宽的oversize款 搭拉下来会显得人很瘦小的 肩线超过你的实际肩宽 然后绣管利落又不软塌的这个款式会更加友好 那现在夏天大家基本也是在空调房里的 可以在T恤外面去搭一件背心 让你的上半身更充实一点 另一个思路是通过领口来调节 大领口会抵消肩宽 小领口能进一步加宽肩宽 所以小个子女神就尽量避免大领口多选这种小圆领 下妆也要保持利落不拖后腿 腿直的妹子可以选挺阔的短裙或者短裤去露腿穿 或者偏修身的长裤 把你腿型先直的优势展现出来 那如果腿型没那么好 你就可以选阔腿裤 偏直筒的那种版型 不要过于宽松了 然后整体的比例调节呢 最推荐的就是短上妆加利落下妆的搭配 既优化比例又凸显概念感 而且一年四季都适用的 第二个是配色和图案营造竞概感 最贴合风格的话 还是黑白灰宗这类基础色 你怕穿的太路人感的话 可以选一些独特的材质 比如有激励感的螺纹针织啊 滑腹纹面料 加入彩色也没有问题 但是要注意把握好颜色的这个风格 尽量选色调偏冷 饱和度不那么高的颜色 像这种左边的粉色 就会弱化你的萨感气质 选夏天T恤的话 也可以有一定简洁的硬化logo 增加年轻感 现在没那么单调 第三个就是发型和配饰增强利落感 想走冷感路线的小个子女生 最好不要留长卷发 利落的中长直发更有帅性冷感 发质不好或者懒得打理 你也可以扎起来 清爽不拖沓 金干利落风呢 不适合太华丽繁复的配饰 所以简单大方的金属款就好 点缀在利落的衣服和发型之间 低调的增加亮点 那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丁丁为小个子姐妹挑选的 金干利落衣橱了 按照30%基础款 40%小设计款和30%设计款的比例 用总共20件来算 基础款6件 上衣有3件 一件衬衫 一件T恤 一件背心 下装3件 一条半裙 一条牛仔长裤 一条牛仔短裤 衬衫可以单穿 也可以敞开 去当外套穿 小设计款的话 8件 上衣3件 一件衬衫 一件马甲 一件吊带 下装3件是两条半裙 一条短裤 再是一条格纹连衣裙 一条牛仔连底裤 像蓝衬衫 西装马甲 也可以叠穿的 设计款6件 上衣有2件 一件不规则的吊带 一件针织T恤 下装是2件 一条镂空半裙 一条硬花短裤 再是一件挂脖吊带裙 一件不规则连裙 那这样子呢 上衣一共8件 下装8件 连衣裙和连体裤4件 夏天不像冬天 有那么多叠穿 所以基本上都是单穿 单品简单的上下组合就好了 搭配起来没什么难度 很省心 那光是基础款 就有9种搭法 只要你的单品选的对 简简单单 也能够穿出利落的味道 日常呢 可以在基础款 加小製级款 这个范围里选 有亮点 又不夸张 很适合通勤 加上设计感单品的话 是毛度就更高了 给人印象呢 是那种有能力 又很会穿的漂亮小姐姐 最后呢 也选了一套偏基础 和偏设计感的搭配 补充上鞋包 配饰 给大家参考 之前有前面说 想看春夏衣橱规划 其实 似乎都是一样的 就拿今天的精干利落风 来举例 想修饰比例啊 配色图案 发型配饰 这几个方向 都是春夏秋冬共通的 然后前不久呢 我们也写过一篇 鞋子干活 大家可以去复习看看 那今天的精干利落风 就聊到这里 大家记得三连 还想看什么 衣橱风格的话 欢迎来留言 我看看 要不要再出这个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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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